民进党将在五月份举办党主席选举 今天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与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毅 一前一后来到党部办理参选党主席登记 首都发表参选理念的苏贞昌说 他将从台湾共事出发 带领民进党打赢2014七合一选举 还要关注未来的中国以及广大的庶民中国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与妻子 来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办理党主席选举登记 之前对于参选都散见其口 今天苏贞昌用了近十分钟发表演说 我们要从台湾共事出发 坚守台湾价值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台湾的前途要由全体国人共同决定 三十一年了 头问是有点少了 但经验业业 虽然已经不是做东西西一样的少年 不过 热情 有假无假 回顾参政录 苏贞昌说 希望自己带领民进党打赢2014年的地方大选 至于两岸政策 苏贞昌强调要关注广大的庶民中国 我们要更进一步结合世界上友好的力量 做一个关心世界 走向世界的政党 民进党更要了解中国 不只是现在的中国 经济的中国 更要 关注未来的中国 经济以外的中国 以及广大的庶民中国 而在苏贞昌离开数小时后 周日宣布参选的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毅 在前总统府资政 郭宽敏的陪同下 也来领表登记 公平竞争 而不是斗争 而是创党的这个运动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换回民进党的创党精神 要发扬啊 民进党的固有的这个坚持自由民主 人权法制 民进党主席选举 角逐者一一明朗化 拥有资深政治资历的 民进党前立委蔡同荣 将在明天礼拜四宣布参选 前主席许信良也决定参选 秦唐人雅三电视 陈娇郭英开陈珍 台湾台北报道